在古代的社会画卷中,一幕幕婚礼场景中,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古老而令人不解的现象,男子喜欢娶年仅13、14岁的女孩为妻,这一情节在古代文献和历史记载中频繁出现,背后隐藏的真实原因,却让人倍感无奈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探索不一样的世界。 古代社会,特别是封建社会,其婚姻制度与现代有着根本的不同。 婚姻不仅仅是一桩爱情的联姻,更是家族的联姻,是血脉的传承,是社会地位的巩固。 因此,男子的婚姻年龄往往受到社会风俗和家族压力的影响,导致他们倾向于娶年幼的女孩。 岁月之恶,月国之福 春秋战国时期,韩非子,一位睿智的政治家和哲学家,坚信男子二十岁,女子十五岁,已是结婚的最高年龄,超过此线,则属不合礼仪。 然而,历史的洪流总是令人意想不到的,而吴月之争为这一信仰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,国与国之间的战火不断燃烧,吴月两国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乱。 月国,濒临灭亡,人丁锐减,生机渐渐消逝。 然而,月王勾剑却怀着报仇雪恨的决心。 迫切需要大量的兵丁和充盈的兵力,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,月王勾剑颁布了一项惊人的法令,引起了众多的矛盾和争议。 男子二十不娶,女子十七不嫁,要醉其父母。 这一法令,看似荒谬,却包含了深刻的策略和思考。 月国自古以来,就有着婚姻早期的传统,年轻的男女常常在十几岁便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然而,随着战乱的加剧,生活的压力不断增加,月王勾剑深知。 年轻的男女,尤其是那些刚刚迈入成年的青年,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战斗和生产上,而非早早陷入婚姻的羁绊。 勾剑的这一法令,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 年轻的男子和女子,一时间不得不推迟他们的婚事,这对许多人来说,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煎熬。 父母们也倍感苦恼,因为他们必须面对罪责,承担儿女的情感负担。 然而,正如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滚动一样,勾剑的法令开始展现出惊人的成果。 男子和女子们不再匆忙步入婚姻,而是投身于更重要的任务,男子们走上战场,积聚了丰富的经验,女子们则致力于生产和家庭,培育了更多的壮丁。 越国,曾经濒临灭亡的国家,如今焕发着崭新的生机,兵丁的壮大使越国重新夺回了师弟。 而年轻男女的婚姻,也因为延迟而更加成熟稳重,越国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,生产力也逐渐增强,岁月在不断流逝,历史的记载也在悄然中书写。 岳王勾建的法令,或许在当初被质疑和非议,但却成为了越国走向辉煌的关键一步,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,告诉我们,有时候,看似逆向的决策,却可能引领一个国家走向繁荣与昌盛。 礼仪之光,婚姻之约 在古代中国社会,男女的成熟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变化,更是一场礼仪的盛典。 这些礼仪成年的年龄标准,承载着文化传统的沉淀,他们如同星辰一般,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自己的光芒。 古代中国社会的男子通常在16岁迈入人生的新阶段,这一时刻被称为官礼,这不仅是一场庄严的仪式,更是年轻男子逐渐蜕变成为社会议员的标志。 在这一刻,他们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,开始了寻找婚姻伴侣的旅程,而女子的成年礼则称为缉毒机,通常在15或16岁之间举行。 这个仪式象征着女性的蜕变,他们从少女蜕变成少妇,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。 缉毒机是一场充满仪式感和庄严的盛会,家人和亲友欢聚一堂,为女子祝福,为她的未来婚姻祈福。 这些年龄标准和仪式不仅仅是一种传统,更是文化的传承。 朱熹的《朱文公家》里将男子的适婚年龄定为16岁,女子为14岁。 这一标准被后来的朝代采用,并延续至清朝。 清朝的清定大清通理规定了适婚年龄,除特殊情况外,适龄的男女可以结婚。 这些规定,彰显了中国社会对于婚姻的重视和尊重。 婚姻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契约,而礼仪则是她的灵魂,男女成年的仪式,象征着她们对于未来生活的责任和承诺,也为她们寻找合适的伴侣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。 因此,这些礼仪不仅仅是一场盛大的庆典,更是文化的瑰宝,它们将古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观念传承下去。 岁月之沧桑,婚姻之命 古代中国,频繁的战乱给平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。 在这个乱世之中,统治者为了增加劳动力,恢复人口数量,不得不采取了推动早婚早育的政策。 这些政策,如高额赋税、适临婚姻的强调,以及女子早嫁的推动,在不同朝代层出不穷,它们扎根于社会的需求,而很少考虑到个体的生理状况,那是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。 战火纷飞,百姓们深陷苦难之中,统治者眼见国家的势力减弱,军队的兵源日渐枯竭,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求办法来拯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。 为了应对战争带来的人口流失,他们提出了早婚早育的政策,这一政策包括了征收高额的赋税,以鼓励年轻人早日成婚。 政府开始强调失灵婚姻,促使年轻男女更早地走入婚姻的殿堂,女子们尤其受到鼓励,被敦促早日嫁人,以尽快地生育后代。 然而,这些政策的制定往往与社会形势紧密相连,战争的需要导致了人口的急剧减少,但战后社会也需要恢复生产和增加赋税,因此,婚姻年龄立法规定。 更多地考虑了国家的需要,而较少顾及到个体的生理健康状况,岁月如梭,古代中国的战乱时光逐渐过去,留下的只是历史的痕迹。 这些政策虽然在当时被视为是国家的急救措施,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。 然而,他们也反映出了统治者为了国家的生存与发展,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。 婚姻年龄的规定或许曾经因历史而生,但如今已随风逝去,而我们则能从中领悟到岁月的沧桑,以及那个曾经的时代,国家的命运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。 生命之纠葛,家族之传承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,政府政策的干预只是一面硬币,而另一面则是传统观念的牢笼,他们如同扎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的藤外,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选择和命运轨迹,那个时代。 从商多安阳阴虚出土的青铜器上,学者们读到了那些深刻的吉祥语,如子孙永昌。 这些古老的文字,揭示了古代中国早已滋生出一种坚信的观念,多子多福,这一观念,宛如一轮明亮的月光,照耀在古人心头,深深地扎根于社会风气之中,于是,家族的兴旺壮大成为了每个人都追求的至高目标。 三世或四世同堂成为了人们普遍的追求,因为他们坚信,只有通过多子多福,家族的繁荣才能得以延续。 然而,古代的社会情况却充满了艰难与挑战。 战乱不断,战火燃烧着土地,百姓深陷苦难之中,医疗水平的落后使疾病肆虐,生存环境充满了危险。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,百姓不得不自发地降低生育年龄。 他们希望通过早生子女,为家族的传承,增添新的希望,这一生育观念的束缚,虽然源于传统,但他们却承载着家族的希望和梦想,人们坚信着多子多福的理念,将其奉为至高。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他们愿意不惜一切,于是,在古代的中国,生育年龄的降低,成为了一种自发的行为,一种为了家族兴盛。 为了子孙永昌的无私贡献,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,传统观念和社会现实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 人们不仅仅要应对政府政策的干预,还要应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信仰,这成为了一种精神的挣扎。 然而,无论是政府政策还是传统观念,都反映了人类对于生命和家族的珍视。 这种情感,跨越千年,至今仍然延续着。 生命的纠葛,家族的传承,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交织成了一幅绚丽的画卷,这个画卷,展示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无尽追求,对于家族的不屑传承,以及传统观念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互动。 岁月流转,就是婚姻的无奈选择。 在遥远的古代,男子娶妻的年龄也如同一张不可逆转的时光之网,与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息息相关。 或许在那个时代,男子娶13或14岁的女孩子似乎并不是早婚,而更像是与如今男子娶20岁左右的女孩子相等。 然而,这一切的背后,却有着封建社会的无奈和束缚,那是一个历经岁月变迁的时代。 寿命的延长不过是近年来的事情,在那个时候,人们的平均寿命相对较短。 疾病和战乱时有发生,生命脆弱而短暂,因此,男子娶妻的年龄并不同于今日,而是紧密围绕着平均寿命而定。 男子娶13或14岁的女孩子,并不是出于早婚的念头,而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。 在那个封建社会,婚姻不仅仅是一场爱情的联姻,更是家族的联姻,是血脉的传承,是家族荣耀的继承。 男子需要早日娶妻,以传宗接代,延续家族血脉。 然而,这种现实的选择,背后隐藏着无奈,封建社会的压力使人们往往不得不迎娶年幼的女孩,尽管她们心知肚明,这并非理想的婚姻。 但在那个时代,除了服从,她们似乎别无他法,岁月如梭,古代的封城往事已随风逝去,留下的只是历史的痕迹。 今天,我们已经摆脱了封建的桎梏,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。 然而,回首那个古老的时代,我们或许能理解,那些无奈的选择,是当时人们为了家族和生存所做出的牺牲,也是岁月流转中留下的珍贵历史。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,年幼的婚姻可能被视为一种无可避免的社会责任,但我们现在明白,早婚早育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了不可忽视的伤害。 过早的怀孕和生育,往往会导致妇女的身体未能充分成熟,容易引发健康问题,如贫血,骨质疏松等。 此外,未成年的母亲往往缺乏应对生育和育儿的知识和技能。 这可能对孩子的健康和成长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,从今天的角度看,我们明白了更多关于健康和婚姻的知识,也更加强调了自主选择和自由意志。 虽然尊重古代人们的选择,但我们也应该反思这些选择所带来的代价。 如今,我们倡导的婚姻观念更加注重平等和尊重,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在成年、健康、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迎接婚姻和生育。 在这个深刻的反思中,我们应该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,让过去的智慧成为今天的指引。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,婚姻和生育都是人生中重要的决策,需要慎重对待,通过平等、健康和自由意志的选择,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家庭的和谐和个人的幸福,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arri问 球员 开始 сдел唱 戈合 。 关注讯上 interpreted点都是っていう情况下 gimbal倾向我在想投国推荐的会议里面前提前应在想国奉力还是。 情敏 Shi 之前攻得多德胰国偃利识。 集他在 baked状och法轮日结束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